全國投資者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我是啟發投過憲政 台北股市今天開地以後 走高尾盤坐下殺 那尾盤坐下殺 很清楚的 為什麼它尾盤會坐下殺 台幣呈現一個所謂貶值 那台幣的貶值的代表外資 它短線上是有資金 匯出的一個所謂狀況 好 OK 那我們再來看看 台積電最後版殺5000多張 對不對 鴻海殺3000多張 聯發科也殺 TPK也開地走高 收最低 對不對 那種全值的股票 我之前就跟各位講過了 我說電子股 我再解盤都很快對不對 來 電子股之前 390這也沒看到 我告訴你390 它最少會壓回 380到377 對不對 然後呢 我還跟各位講 用雙技術 我沒有看到後面 我說我們的技術分析 都是一翻兩瞪眼 不會假設不排除 如果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390 我就跟各位講380 它一定會到 對不對 這是電子加權 然後呢 在加權指數的一個所謂的部分 這個低點 8826 我這裡算8817 上來這9338我算9356 壓回這一個點 9043我算9022 然後上去這個點 9532我算9533 壓回來我算9366 這個點 9352 然後呢 我就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上去 9682它是短高 那當初來到這個地方 所有的外資在用力做買超 我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來到這邊扣高轉折 這個線 你注意看喔 這個線是事先畫的喔 這個線是事先畫的喔 這是我特殊的一個所謂的技術分析 那來到這個點 它是9699嘛 對不對 扣高轉折它會跌 然後配合來到這個9682 所以當初來到9699 很多人說看到外資大買超 我都跟各位講說 來到這邊 你小心注意 那全值股的部分 尤其你要小心 電子的全值 大型的全值 好 OK 然後呢 來到這邊 我解盤都是直接給各位答案 好 那我在節目上 是不是跟各位講過 用雙技術 來 我這用最簡單的一個 什麼的切割率 我沒看到後面喔 沒看到後面喔 我是跟各位講9422 9423 那9699這邊算9682 也就是說上來 我就知道會到9682 最高到9699 我就知道會到9422 所以我是跟各位講說 它一定第一波先來到9580 9508 不好意思 9508 這是事先算的喔 我不是現在才算的喔 9508到9423 那重點 如果壓回到加權的部分 壓回到9423 來到這邊又一堆人告訴你 這個盤不好 不好意思 我可以開始看好 也就是說 我們的技術分析 在這裡我就可以算到 這個低點 高點 低點 高點 低點 然後呢 高點 低點 對不對 所以我講這樣你聽得懂嗎 大部分是聽不懂 那在我的免費技術方法 我會交得一清二楚 這是加權的個水部分 所以我一直跟投資部談 我的技術分析 它都是事先預算的 這種是特殊技術分析 特殊技術分析 那這種你要學到以後 你未來你加權高低轉折點 你都知道 好 OK 我們現在談談各加權的部分 昨天我怎麼跟各位講的 3月10號 我是跟各位講 正對說向上9567 雙關價上限在9567 正對低向下在9482 破雙關價下限在9481 這邊都948幾對不對 這邊都在956幾對不對 所以3月10號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我每天都講的 浪費不浪費 10天講的 9480到9565 今天低點9472 高點9561 事先預算的高點差4點 事先預算的低點差8點 連調整都不用調整 對不對 我昨天講的今天就這樣 今天下來最低9472 那很多人想說老師為什麼你知道 這個就是算啊 那我跟你講 我如果仔細調整一下 它的低點就在9472 只是我連調整都不用調整 那這種方式就是我在交投資朋友的 請各位注意 短線波段喔 低點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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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9424的 9422的這個低點我都抓到 然後呢 未來它還有一波會漲到哪裡 我知道 我都已經事先算好了 那 怕到文主控台博比 只要你到有免費技術班 我會教各位 所以 3月10號預測給你 來 低點差8點 那很多很多在假牛 假牛 加錢的部分 我可以帶棋子 我先跟各位講 但是我用加錢做一個所謂的比喻 殺到這裡你看不好 盤到這裡你又看好 對不對 你是不是賣低賣高 我是首先知道低點在哪裡 高點在哪裡 了解嗎 了解喔 好 那這個盤 他告訴你 扣 高轉折 明天還有低點 還有低點 重點呢 9699我都告訴你會回來9423 還沒到你絕對不會相信 那我都事先預告預算給投資朋友 這邊9699 這邊算9682 差17點 下來我就知道9423 那來到這邊 我先預告喔 來到這邊所有人看不好 我又開始看好 那我就知道會漲到哪裡 也就是說 我在這裡就知道會漲到這裡 跌到這裡 漲到這裡 跌到這裡 未來會漲到哪裡 這種功夫技術 全世界只有郭宣正會 我們又在跟各位開玩笑喔 好 那明天怎麼看 來 明天怎麼看 3月12號 忘記帶出門 那忘記帶出門 那你就沒服 沒有服氣了 去拿錯了 好 拿到這一張 來 這3月11號 我們講3月12號 3月12號 3月11號 我講3月12號 我寫錯了 沒關係 這裡 正對修上上在9565 雙關架 上限在9567 正對修向下9468 三關架 中關在9469 所以3月12號 我都告訴你 短線喔 短線喔 9470 明天的多底 9565 是明天的空底 多底空底 聽得懂 這就事先做預算 好 OK 所以我都跟各位講說 這種技術分析 你能夠事先預算才有用 那我在禮拜五的晚上 跟禮拜天 禮拜五晚上是台北 那禮拜天的話是台中跟高雄 我們有所謂的免費技術班 我說驚到我們主公有來保備嗎 你來 我會教授你如果事先預算 隔日要漲還是要跌 我每天事先講漲跌 準不準 準喔 所以漲跟跌 我就 你要事先先知道嘛 你不知道 今天要漲或要跌 你怎麼可能會賺錢呢 重點在家計 點數 你知道漲到哪裡 跌到哪裡 那點數怎麼去算的 好 兩檔未來會漲三層的一個作業 安全的標股 你來絕對有驚到港 還有2015年今年高低點 及轉折密技 那如何用均線偏移 趨勢轉折三關架 去挑起漲股跟起跌股 現在加權指數在9000多點 事實上是不能隨便亂買股票的 對不對 那這種技術班 這免費的技術班 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你來問什麼我就必答 很多人都印證過 之前很多人手錄上有有答 來 有答 當初我在節目上 就跟各位講 大家這邊你要賣 這邊19.46 那你知不知道它會跌到哪裡 這裡不是低點 我先跟各位講 這一段到這一段 4塊多三層 可以買米電嗎 你有到免費技術班 我節目市上直接告訴你答案 但是在我的免費技術班我會教 那低點在什麼地方 低點在什麼地方 當這個低點到的時候 所有人看不好我會再進來買 我都是高賣低買 那低點到了沒有 沒有啊 每一檔股票都可以這樣做啊 就比來講 今天又一堆人 一堆人在買原相 原相我都沒看到 我是不是在節目上 有跟各位講 113到123 這裡是空底區 這叫原相 那這檔股票很多人在買 那我先跟各位講 我一而再再而三 三番兩次 而且不止一次講 做股票 如果你沒有事先 押回整理碟市買 你沒有押回整理碟市買 你是 我是 我是買未來會漲 那你絕對不是買 現在在大漲或已經漲一段的股票 原相漲了一段了 很多人在這裡講 然後郭先生 劈頭就冷水澆下去 金郎沙電費7% 王國拔到民政家 六個亂亂 後面那股不能說 同言同語 那原相會跌到哪裡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我說 你知道我的免費技術班 我就教各位 包括3673 TPK 這裡都沒看到 149告訴你是低點 這邊147 上來我就告訴你 232到229 這裡是空底區 這邊最高233 232 229 對不對 都在230附近 那賞戶不會在低檔買 賞戶會在這裡買 然後來到這邊就告訴各位 他會接到蘋果的大訂單 那TPK現在220 那跌到哪裡 它是一個所謂的支撐點 你會不會 走到文主公來 不必要到我免費技術班 我會教各位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 所有你只要 有來問我就必答 那你來我告訴你 明天如果去預算 要漲或要跌 那點數怎麼去看 那對你有沒有幫助 起碼你賣3做4 不到10做搞定順 兩黨未來會漲3成的 一個什麼標股 對不對 我買股票 都是買在相對低 當所有人看 我都賣在相對高 那為什麼我可以做得到 你做不到 兩黨喔 不管大盤漲跌 好 2015年 今年的高點跟低點 我已經事先算好 這一波 本波的台股歷史高點 在什麼地方 你會不會算 那低點在什麼地方 你會不會算 我先跟各位講 市場上很多人都知道 郭先生 這一二十年來 家全的高低點 我從來沒錯過 你可以去外面問 你可以去外面問 那你來我可以教各位 你看 家全指數的部分 我短線上準不準 你自己心裡有輸 那波段高低轉折點 有沒有事先刷出來 有嗎 好 然後呢 今年的高點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他的一個說的 密技轉折 又在什麼地方 這轉折密技 我不方便在節目上面講 但是你來我教各位 那如果用均線便宜 趨勢轉折三關價 去抓一檔股票的起漲或起跌 反正免費的 免錢的 那你來 你可以學得到很多 那座位有限 座位有限 那你要把握這個良機 我跟你說 你因為你手裡吃 你一堆眼睛 當我要 我還想要去 願意教各位的時候 那各位一定要去做一個 學習 很多人學習到了以後 他曾經有很多 很多到我免費技術班跟我講 老師我參加很多頭股老師 我學了很多的 所謂的技術分析 結果到頭來 都是賠錢 但是我到你的免費技術班 一躺以後 我才知道 如何去做股票 如何去挑股 如何知道 家權跟個股的高低轉折點 所以我會去做股票 成心的邀請 我要說 來行的 大行的 還會這樣拐大拐 這是厲害 所以我這樣說 你想要學高升的技術 那你就要來學我這種 事先預算的技術 座位有限 那注意廣告中時段電話 尤其你手頭上有原項 有達的 或是TPK的 不知道怎麼做操作的 歡迎打電話進來問 那如果你手頭上的股票 不曉得 它的位階是在高檔還是低檔的 你到我免費技術班問我 你有問 我絕對必答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數位基上和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V 生活更Happy 大使非學不可的三種操盤技術 事先預算 切割率 趨勢轉折 三關架 三關架 那走到文書公 有來不必 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我會教你如何事先預算 加權跟個股的高低轉折點 那今年的高點在哪裡 未來它會跌到什麼地方 那如果去挑選一檔股票的高點跟低點 還有兩檔未來會漲三層的安全表股 那你手頭上有TPK 有原相 有友達 不管怎麼做操作的 或是你手頭上有什麼股票的 都可以來問 速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開戶當年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再見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 8689 2389 8689 回國21天內若出現不適 請先撥打1922防疫專線 1922提供24小時國內免付費的 傳染病電話諮詢服務 預防伊波拉等傳染病 非必要請勿前往疫區 若必須前往 不接觸禽鳥 野生動物 或接觸病人 不身影生食 注意個人衛生 若時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疾病管制署關心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就跟各位講 我們在做股票 一定都買在相對低 買在相對低 就比較這樣 兆元 當在39塊 40塊 我就知道它會跌到28塊 對不對 好 OK 它最低跌到22塊多 好 再從這裡做一個所謂的 研算 39塊 我就知道會跌到這個點 然後來到26塊這邊 那你要做一個所謂買進動作 那我請問各位 我是買在高檔還低檔 那我在3月3號買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說 藍寶時機版 Apple Watch 對不對 我有拿錶 這種錶有沒有 錶 這上面是耐磨 因為它就是耐磨 藍寶時機版 好 那我就跟各位講說 這裡是買點 那3月3號上禮拜二買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了 那個時候不會有人就講趙遠 3月6號上禮拜五再買一次 那我是不是在這裡買 這裡買 現在在這裡 那未來趙遠它會漲到哪裡 趙遠今天做一個所謂的整理 做一個所謂的整理 我一直照講 因為我買在相對低檔 因為我知道它的目標價在什麼地方 我們做股票就是這樣做 那又比如講 南電 當跌到這裡 40塊的時候不會有人進去買 那我是跟各位講說 40塊南電你不買可惜 不賣可惜 那我在昨天 昨天我先賣一半 我做股票 請各位注意 我永遠是在低檔買 我不會在這裡買 這裡我就知道會跌到這裡 那跌到這裡 好 底下不要買 但是來到這邊 我就知道站上關鍵轉折價 我就知道要買 這叫南電 那現在我在買是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那漲到這裡的時候 我先事先賣一半 我節目只跟各位講 如何買在相對低 賣在相對高 那你如果看了投顧節目 都是在買 漲很多的股票 過高的股票 會記得我講了一句話 做股票 很多人套勞的原因是因為追買股票 大量過高 漲一段你再進來買 你一輩子不可能賺錢 聽得懂嗎 我早也說晚也說 晚也說 但是很多人他是聽不懂的 那投顧的一個所謂分析節目 每天都在講績效 對不對 幾乎嘛 只有郭先生我不講績效的 我只告訴各位 我如果事先預算到低點 我買在低點 如果事先算到相對的高檔 我進去賣 就比如講 可乘 226 這233破線 你不會買 我會買 我會買 那漲上來以後 一堆人告訴你 可乘很好 我會賣 對不對 那它會跌到哪裡 我都已經知道了 285到29我這裡要賣 最高到302 那未來要跌到哪裡 重點是 你的原相怎麼辦 友達未來亞會哪裡是買點 TPK未來亞會是買點 哪裡是買點 那這些 我是跟各位講 反正我們免費技術班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那時間很多 那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那你可以學習到 加權跟個股的高低轉折點 那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 那我想 很多人還是批批的 才一般的那個 那個什麼 講座是一樣 沒關係啊 你可以來看看 很多人到免費技術班 老師 原來做股票是這樣子做 可以事先算到高點跟低點 那你手楼上 有的股票 不知道怎麼做操作的 你要來問 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喔 我先跟各位講 郭先生 在抓一檔股票跟加權的高低轉折點 我很少突出 很少突出 那你手楼上有的話 有一些在高檔你也不知道 你不來問 那未來真的跌下去那就完了 那有一些股票它在相對低檔 你不曉得 你在高檔買 現在在低檔你把它砍掉 可惜 那你就要來我的免費技術班問 我說 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你來我會告訴你 隔日要漲或要跌 然後它的點數怎樣 未來兩檔會標三成的標股 還有2015年 這是很多人想要知道 高點在什麼地方 郭憲政不會錯 這輩子我還沒錯過 然後它未來會跌到哪裡 東京的轉折怎麼去算 我會教你 他用金線便宜 趨勢轉折三關價 這時候我發明的 挑起漲股或起跌股 你手的上股票 你可以到我的免費 技術班上面還可以做預算 那如果認同我 直接要跟著我們操作的 或是你有任何問題的 注意廣告總實在電話 祝哥明天操盤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 事先預算的技術 你可以事先知道 加權跟個股的高低轉折點 你自己手頭上的股票 你來 我都會教你怎麼算 你未來會變高手 也不會讓你空手而回 那順便教你 如果事先預算明天的高點跟低點 還有今年的高點在什麼地方 低點在什麼地方 然後去用趨勢轉折 三關價均線變均預算 一檔股票的起漲跟起跌 非常準 兩檔未來漲三成的表股 那有TPK 有原項 有有達的 或是你手頭上的股票 不知道怎麼做操作的 或是要到我們免費技術班的 速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工夫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再見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 2389 8689 2389 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顧 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再見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裝半天了 到底行不行啊 欸 師傅 還要多久啊 喔 好了啦 這支不用裝啦 蛤 這支不裝 一氧化蛋出不去 會死人耶 熱水機要請合格的技術室安裝 完工的時候 要請它在熱水機上張貼 施工標籤 而且 每次安裝或維修情形 要登載在施工登錄卡上 網站還有更多知識喔 4號 4號 1號 1號 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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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2號 太誇張了 你幹嘛讓他們的 1號 1號 回去一點 你看回家最好 2號 2號 最高可把兩萬四千元喔 國大百八零全名錄起來 到最後一陣子